溫溫起植,那現在是植子在走,這些溫的部分呢 現在也都內武科學研究都蓋起來了 這些過去都是水 現在有蓋大樓了 當初這些緩隊團體從沒有去緩隊那邊把那些房子拆掉了 對不對 我是就事論事,我不是對問 然後在我們講最近的 就是實際旁邊的 現在的大吳內閣 國大代表社區 立瓦文社區 這個都是整個山產跳,變住宅區 他的破壞一定超過現在的磁劑 其實磁劑他本身並沒有破壞 這塊以前是清清水議會,他沒弄 所以 我今天這次提示 我也不是磁劑的 我是講一個公平話 如果說要恢復,那實在也沒辦法,要恢復 國大設計跟立法設計 恢復過去跟蒼翠,樹木 綠有可能嗎? 不可能 我個人,我是吃大湖的水 吃大湖的魚長大的 現在這個水能喝嗎? 魚能吃嗎? 裡面自己吃我就能吃 所以那不可能 時代在變 都在變 全公路也開了 這要怪事 全公路開了之後,你沒有好好做 一個大寒溝啊 煮塞了,旁邊就變 七零深淀地 那麼湯湖隧道也開了 這個絕驗也開了 所以整個是眷氣的蓋改變 那麼磁劑蓋,我剛剛看這個圖片呢 我想現在磁劑 以後蓋兒磁劑,我想以後蓋兒 一定比現在漂亮 那我們為什麼不往後看呢 一直在繳這個點的問題呢 而且這一看見,他絕對不會造成水保問題 大湖的水保問題是在大湖山莊間的問題 剛剛有講,大湖山莊間正在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沉沙市那邊的 因為那是從 壁山那邊的 大溝溪跟 冥龍之衣下流水聚集在那邊 當作這邊市政府在做 給他最高的是有些缺點 就在行水坡旁邊呢 被住宅去 住宅去旁邊怎麼能給他蓋地下室呢 這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 水壞,不要說水壞啦 大水來 假如那個 那個洗水區超過 一定會往地下室跑 所以當初這次 都市計劃的時候 住宅的時候也設計不大 你把 住宅去地下室這個容積 再轉一程度蓋上去 今天都就沒問題了嘛 另外一點 剛剛有人講說 這個水怎麼 排附氣會怎麼樣 大湖的水 一定高於現在的結印站 湖州間 我想高大概三四 那麼湖州結印站 高於基隆河呢 大概南港 大概有六七米 那這個高度 水流上絕對就沒問題了 絕對沒問題了 所以 基於這個動畫 我記得說我們大家應該 溝通 讓實際這個案子 早一點完成 那麼讓這一季 共享這邊的成果 謝謝各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謝謝您的發言 我們盡量把握 我們剛才跟到那個 三位 這個紫色衣服